好我們另外看到的是行政院呢 在今天拍板了114年的總預算案 不過呢在公教退伏基金的部分 編列了194億 但是呢是踩20年來撥捕 引發了教團的不滿 全教總的領事長侯俊良 他就以絕食48小時來表達抗議 我們連線給記者陳明軒帶我們了解 好 除了各位觀眾帶您關心 行政院今天是要拍板這個114年度的 這個總預算案 不過呢在這個攸關公教人員權益的部分呢 退伏基金其實還是有一點爭議的 因為有說這個教團其實現在已經在立法院群賢樓門口 其實他們是要表達說用絕食來代表抗議 是因為行政院編列了194億元呢 那等於說公務人員每年是只能分到120億元 那教育人員其實是分到74億元 但是呢這個踩20年撥捕其實還是有一些爭議 那我們來問一下 那這次的訴求是嗎 是 這次全教總理事長侯俊良老師 從8月20號早上10點開始宣布絕食到現在已經進入第二天 即將第三天了 那之所以採取這麼激烈的抗議行動 主要是要抗議政府默示公教人員的權益 那政府是公教人員的雇主退休金是攸關所有全民的基本權益 但是政府對於退休金的撥捕卻是明顯的厚恥薄筆 已經連續兩年撥捕勞勞一千三百億 那去年只撥捕公教退補只撥捕一百億 那今年經過我們在很多次的陳情抗爭以後 編了一百九十四億 這個數字遠遠低於精算也低於我們的要求 所以理事長決定用絕食抗議 就是表達我們公教人員的憤怒跟不滿 好 那可以聽到像教團這邊也是主張說 應該是採取這個十年的精算方案 那像是全教總理事長洪志良 現在呢絕食到今天已經是進入第四十八個小時了 那有人就說這個退休金才二十年撥捕呢 其實比這個十年的方案還要多出這個七百一十億元的公堂 那稍後呢這個他們也會從這邊步行到行政院去表達抗議 希望說還是採取十年的精算方案 以上現場最新將要先進頭交還Pone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照片 師傭 師傭 私 就 明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